在云南白板上面也有,我建议各位可以把那个 如果生产把他学好,你可以把这个 云南白板在手机里面也可以输入,随时把它看一下,看熟了之后,以后 就会轻松,另外的话 论坛好像在手机里面也可以连接 那里面的话,一样会有影片 如果你的手机是有吃到饱 的话,没事的话耳机一带 反正没事走路 走路要小心 或是坐捷运的时候 然后就听一下 或者是说 利用那些 中间要等待,比如说你可能要 做什么事情,坐下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听一下看一下,我觉得慢慢的耳濡目然久了,自然就会通了 但是如果没有花时间这东西,我想 不太可能会进到你的脑袋里面 因为这东西是 需要一点时间酝酿 就像我早期学程式也是这样 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刚开始完全看不懂那个天书 但是我没有放弃 我就把那一本书每天带着 看不懂没关系,把它打开 后来发现 大概看了一段时间 突然感觉有点 有点 有点那个feeler 就好像好像有看懂 后来我在实作看看 发现奇怪怎么 真的有做出来了 慢慢的慢慢的 好像慢慢越来越熟悉了 那就 于是就走向 这条路了 OK 所以 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些些的时间 也是需要一些酝酿 所以 这些东西提供给各位 随时在云端上面 你可以去参考 那我的东西好处是 这些东西 都是 那个 像7-11一样 你想到学习就可以 云端上面 只要你有连线都可以连得到 OK 而且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连 都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那再来的话就是 增监底重百分比的 Function 制定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 它的作用是 我如果今天希望 可以 在制定函数里面 做一样的事情 操作函数里面 这边有个 使用者定义 增监底重百分比函数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跳出一个 增监底重百分比 你给它 按确定 它会 Return给你 你要的结果 OK 它会帮你Return到这边来 这边我好像 这个Function 我看一下 我这边已经有写好一个 增监体重百分比的 一个Function 所以特别注意 你在插入函数的时候 记得要选择这个Function 名称的话 我们叫增监体重百分比 后面加一个函数好了 那跟使用者要一个什么 增监体重百分比 那 按确定之后的话 里面一样做逻辑判 if 什么东西呢 他给我的那个 增监体重百分比 这个好像有改过 再把它改一下 这个是他给我的 实用者给我的 所以我就在这边判断 他给我的东西判断 判断完之后呢 再返还给谁 返还给他自己 所以他自己 就这个 增监体重百分比 函数 这个是 逻辑判断是 使用者给你的 输出的话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回给 你这个 函数本身 那因为函数现在的位置 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里 所以他就会帮你把最后的结果 弹到这边来 放到这里面 所以实际上 做一次 插入函数 使用者制定 使用者制定 选他 按确定 直接向下填满 一样OK 那当然会比较简单 因为 这个我想如果你有这样的函数 完全是不用思考 你就一看 点下去就可以了 不需要 一幅 两个函数 串在一起 不用 这样应该简单许多 那怎么做 基本上这个前面都做过 主要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重点 包含就是插入函数的时候 插入程序 用方选 然后 跟使用者要什么 放这边 再来做逻辑判断 输出给自己 就丢回来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前面有做过类似的 那请各位再练习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也就是说 你将来 在内建的函数里面 没有完全百分之百match 就是符合你要的那个 那样的函数存在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为了要简化你的工作流程 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用方选 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那就会 让你的工作变得简单一些些 OK 这个部分的话是属于 制定函数 试试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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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